大家好,我是无情小美妞,带您两分钟看完《如意芳飞》第十一集 吴百起在街上晃着不知不觉来到了如意楼,想着能见到傅轩便进去 正好只有傅轩和婢女雇员,说起吴百起奇人,外表看着像个不学无术的坏人 其实内心善良,为人仗义,假以时日勤奋刻苦的话,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好将军 徐静上街打听董方李的下落,傅容跟在他身旁,张口闭口叫他王爷,生怕大家不知道他是谁 傅容看上一个香囊,苦于没钱,徐静便把摊贩上所有香囊买下来 逢人就送然后再打听打听有没有见过董方李,一个车夫留着和董方李差不多的胡须 徐静向他打听依然无果,送了个香囊继续打听,傅容捧着一大包香囊所剩无几 到了吃饭时间两人来到一家店面,点了菜伙计问其有什么忌口 傅容想也不想嘱咐道不要僵蒜,徐静倒是齐了,他怎知他不吃僵蒜的 徐静找什么人也不同傅容说,不说就不说,每次知道关于他的是傅容总的倒霉 还是不知道的好,徐静请傅容收起他的阴阳怪气,夜晚的街上比白天还热闹 到处都是花灯,人们通过花灯祈福,据说是把花灯挂得越高越好 徐静忽然看到一个身影走过,很像董方李,他叮嘱好傅容急急追上去 傅容也看到远处一个身影,颇向师傅柳如意,无奈人群拥挤,追了两步便丢了 那位像董方李的人并不是董方李,无奈至迹徐静看到了小摊上的花灯 提了两盏来找傅容,傅容接过花灯徐静纵身一览跃起 飞上最高的花灯炸,怕傅容掉下去,所以他的手一直紧紧搂着傅容的腰 傅容嚷着真是占他便宜,徐静装作无奈一松手 傅容失去平衡赶忙抓住徐静胳膊 这下轮到徐静控告他占便宜了 肖像挂起花灯,明月佼佼不可拓,高悬长空之下,是一众花灯海 他们散发着温暖的光,缓缓向天空飘去 站在这样心点中,使人顿觉人间百态皆是温柔 傅容今天出去玩跑丢了,幸好妙龄及时找回来 傅容回来摸摸他的脸,有些烫,只顾着批评傅观 也并未注意,先给他熬药去了 徐静道美数了傅观,顺道还送给他两个香囊 其中一个就是傅容今日喜欢的那只,睡前傅容为傅观吃药 小孩子顽皮哄着骗着才喝了些,为了让姐姐消气 傅观从一个小袋子里取出一颗糖递给傅容 傅容取笑他幼稚确也吃了,随后傅观又送给他香囊 正是白日徐静买了的那个,不用说也知道是徐静送的 傅容便收下,又叮嘱了傅观不要随便收别人的东西 傅观惴惴不安看着自己的糖袋子,看了好久 傅容一出来,徐静不看都知道是他 那个香囊的气味很好认出,傅容却说自己把香囊丢了 徐静面目有一瞬不夜,稍纵即逝 小院里他们俩喝酒闲谈,傅容敬徐静酒 希望他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徐静不解 为何傅容总觉得他会出事,每次都说他要早死 说着说着傅容开始和徐静拼酒量 最终徐静半醉半醒,傅容意识不清胡言乱语 徐静将他抱回床上,他还在念叨着自己不想死的魂话 而且枕头边正正的放着那只他喜欢的香囊 徐静拿着香囊看了看,舒朗的倾笑两声 第二天醒来徐静早已离开,傅容头晕脑胀还没缓过来 妙龄急急忙忙跑来说傅容发水痘了 大夫来看也束手无策,傅容的水痘好像和寻常水痘不同 来是汹汹抑制不住,更糟的是傅容前脚刚发水痘 后脚傅容的额尖也冒出一个水痘,为防止更多的人传染 傅容遣回了所有丫鬟蒲弈,自己一人留下了照顾傅容 徐静上街与许家和葛先生会合 看见昨日还一身猝不麻衣的车夫,今日衣衫干净进了酒楼 他追上去问,原来车夫昨夜接了一单送珠宝出城的大生意 可既然是珠宝,为什么要运到荒郊野地 问完车夫正觉蹊跷 徐静看见丫鬟蓝香,独自套了料马车要回京 这才得知傅容副官出事了 带了葛川先生直奔别装 经葛川把脉,副官所患并非水痘而是中了三日哭的毒 小孩体弱反应明显,傅容是大人症状较轻 葛川赶紧开了药方,不出几日便可转为为安 今日徐静出手向旧,大恩大德富荣没齿难忘 日后徐静再怎么怀疑他他都束手就擒 不过徐静单凭一个镯子就怀疑他 说不通,徐静便将其册书信上的文饰和手镯上的文饰相同告诉他 富荣想起花灯叶似乎看到了柳如意 但又不确信,富荣提早就梦到傅官会出水痘 所以带了许多药材来了红村别庄 妙林带着傅官屈人多的地方,他才会如此着急 当然也梦到过徐静早死 所以当他喝醉,徐静才会听他说自己会早死 富荣赶忙起身行礼 来世做牛做马报答徐静恩情 还会在云罗寺为他点长生电祈福 两日过去傅容额间的水痘结架 梦里的那次他额间留有疤痕 所以才化了花殿 这一次他说什么也不能留疤 照顾了两天傅官富荣终于扛不住唐岛在床边 徐静担心赶来,见他休息便为他盖上一层衣服 谁知富荣突然惊醒,布料擦过额间 夹掉了,这下还是留疤了 傅官身体终于好了 可到底是谁害了傅官 徐静叫他好好想想和妙林出去走丢时都发生了什么 傅官说看见马车上运了好多大箱子 有个伯伯给他一袋糖 告诉他不要说出去 那个糖袋子还在 里面装的正是傅官给富荣吃的那个糖 亲至做不易 记得关注我看下一集哦 感谢观看